这几件事在国内不当回事 但是在美国生活千万不要做 首先就是让孩子帮忙打酱油 我们小时候经常会下楼去帮爸爸买烟买酒 在我们这都是司空见惯的 但是在美国不满12岁不能吸烟也不能买烟 不满21岁不能饮酒也不能买酒 一定不要让自己家的孩子去帮忙买 否则不仅要缴纳罚款还被汇佛国乐当成违法事件 作为个人污点记录 美国对未成年人饮酒这方面查的还是挺严格的 还有微经版权允许 不得失事上传 使用非自己原创的资源 在美国跟别人说话不要涉及危险恐吓 否则被起诉的话可能会有老郁之灾 你觉得这些合理吗 在评论区聊聊吧